嘲笑给民生和社会热点发生的人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坏 改编 章节 编者案 这是一篇在网络上流传 但没有作者的短文 每当言论受到打压 每当社会编的专制时 地下文学就会出现 可以说地下文学是社会言论开放度的情语表 文革后期就有大量地下文学作品出现 如《少女之心》和《一双绣花鞋》等等 改革开放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地下文学 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又使他复活了 但不再是私下流传和抄写 而是借助网络公开传播 但没有作者 这是一篇充满正义感的文章 本人进行了改编 不要嘲笑为民生和社会热点发声的人 能勇敢为民生和社会热点发声的人 都不是为了私利 请保持一种原始的正义感 对不平视 你可能不愿站出来 但要与正义站在一起 只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志的爱 才能体会 这个社会不缺正义者 也不缺智慧者 但缺少勇敢者 他们勇敢的声音能让我们走出迷惘 走向觉醒 有人说某某人心里阴暗 所看到的 听到的 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 就是所谓的负能量 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 其实 正因为他心里明亮 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 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 他之所以谴责 是希望这世间变好 他之所以批判 是希望改变 只有心存光明的人 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 谁若无视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 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复之以冷漠 谁才心里阴暗 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 但个人的抵抗 内心的抵抗却仍可能 当你抱怨整体的沦洒时 并不意味着你个人一定沦洒 马丁路德金曾说过 历史将寄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 不是坏人的喧嚣 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 二战期间 大多数德国人已经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命运 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刘于教授说 人们害怕权力 害怕高压 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 害怕失去房子车子 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高贵是高贵者的穆志明 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 人们所恐惧的 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 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 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 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核群 沉默的人数越多 打破沉默就越难 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 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 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 是一种正义 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 也是一种责任 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 也是一种良知 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 也是一种品质 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 也是一种道德 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 也是一种告诫 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 也是一种信仰 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 也是一种勇气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 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说 一 骂是没有用的 你改变不了什么 二 这很正常啊 我们又能怎样 三 关我什么事 管好你自己吧 四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 你改变不了的 习惯了就行 五 西方文明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慢慢的 是很多元 六 除了自己的健康 无大事 七 不要偏激 不要以偏爱权 其他地方并不一定发生 八 问题的确存在 但如果你是国家领导人 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 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总有一些草根 人微眼轻 却一无反顾 日拱一足 在强压下显示了信仰 力量和尊严 他们承受着孤独乃至更大的代价 坚持表达和坚守 看似不自量力 但不正是微不足道的小火苗 使威俄的大厦化为灰镜 有谁能想到 一个感叹王后将相宁游种乎的小农民 竟然颠覆了中国第一个皇朝 几个小青年在武昌城放了几枪 大清帝国刹那间净土崩滑下 不沉默 不和乌 不堕落 不作弱是我们的底线 当今社会很多人对现状不满 但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发生 而真正站出来呼吁公平共正的 只有百分之一人群中的百分之一 但正是这微小的人群才写了历史 提到这些 有人会嘲讽地说 别打口炮 你行你上啊 事实上 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 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 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 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 因为 社会灾难到来时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嘲笑蕾民生和社会热点发生的人 是一种人性的平庸之德 让我们用南非总统曼德拉话作为结束欲罢 如果天总也不亮 那就摸黑或生火 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 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 那就别去照亮别人 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求而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 更有热量的人们 可以卑微如尘土 不肯扭曲如蛆虫